小姐 小姐 开门哪 开门哪 快开门哪 小姐 小姐 快门哪 都是骗子吗 都是坏蛋 小姐 小姐 快开门哪 小姐 开门哪 小姐 快点啊 快开门哪 小姐 你笑什么 看咱们女儿发脾气 你这么开心哪 我笑是因为我觉得 景娟说的话对极了 我也认为这世上 没有一个好东西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去看看他 你别去了 他跟男朋友吵架 正在气头上 谁的话他都听不进去的 别去给我火上浇油 出他眉头 我就是有这个瘾 可以吗 我告诉你 他连门都不会给你开大 你不信 去试试 开门哪 小姐 小姐 开门哪 不能我下去 是 谁我都不开门 谁我都不开门 那好吧 本来我有绝招想要教你 对付你讨厌的人 既然你不想听 那我就不烦你了 你有什么绝招啊 这里说话不方便 请我进去 我慢慢告诉你 这是女人的秘密 男人不能知道的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子 你少骗我 我才没有这个闲工夫呢 那你快说呀 武侠小说当中 有一门工夫 叫经中诏 你可知道 我当然听过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其实每个男人 从小就不自觉地 学了这一招呢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这经中诏 也就是他们的保护壳 他们就是靠着这外壳 在外面拼搏 以免受到伤害 所以女人呢 必须要突破这层壳 才能了解 他们的内心世界 看清楚他们的真面目 说得好像有点道理 可是 怎么才能突破这层壳呢 练个工夫的人 身上都会有一个缺点 我把这缺点叫做罩门 只要找到这道门 然后给他温柔地一击 他就会任由你驯服 任由你摆布了 说得简单 可是 男人的罩门到底在哪儿呢 只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 这必须 要你细心去体会了 怎么样呢 看你这样的笑容 看来你已经知道这罩门在哪儿了 就算我找到罩门了 可是 怎么才能给他温柔一击呢 这就是我要教你的绝招了 其实啊 很简单 就一个字 哄字 哄 你说用骗的 骗有居心不良的成分 哄就是让他开心 我凭什么哄他开心 应该他哄我开心才对 那就要看是爱谁多一点了 有时候啊 爱得越多 赢的机会就越大 爱得越多 得到的也会越多 那万一他居心不良 我不是亏大了 我想你的眼光不会这么差吧 会跟这样的一种人交往 其实我在想 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他没打电话给我 也没给我解释 别忘了他的金钟账还在 再说要打开他心门的人是你 他不可以打电话 你可以打电话给他呀 我懂了 你是说先找到他的罩门 再给他来个温柔一击 爱情啊 有时候就像打仗一样 这可能是你一辈子 最重要的一场仗 也许你会需要一个参谋 要是你正需要的话就找我吧 不要把所有的话都搁心里 好了 我要说的话说完了 要不要打电话就随你了 等一下 谢谢你啊 妈 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 我都陪你走了一大段路了 我已经是高家的媳妇了 在你夫妻最需要帮助我的时候 我却不能为他做什么 妈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说 作为儿子 你应该对你的生父尽孝心 妈 这孝心可不是他财大气粗的 请律师带着支票来 随随便便就可以买得到的吧 承晏你误会了 你生父不是那种炫耀财富 物中无人的狂妄之辈 可是大家都看见了 是他请律师来咱们家这么做的 我相信 那是律师自作主张 绝对不是你生父的本意 妈 你为什么一直要替他说好话 因为我了解他 妈 你的父亲心里很苦 他找了我们母子二十多年 至今仍然一个人生活 如果你了解他这些年的经历 你就能理解他现在的行为 好 爸 爸 我不应该辞职 我不应该不告而别 我 好了 好了 我不怪你 是我不应该请律师到你家去 把好好的事情给弄砸了 要不然也不会惹你生气辞职啊 不 爸 你一定要怪我 你一定要怪我 我只想着高家的罪孽 只想着奶奶和大海爹 可我不知道你受的苦 妈都告诉我了 她全都跟我说了 我才知道 你那么积极地让我认祖归宗 那是完全应该的 你妈跟你说了些什么 她跟我说 你是怎么进了卓家 怎么认识了我妈 结婚 失散分离 她全都跟我说了 我突然发现自己是那么地不孝 不但没有理解你受的苦 反而又惹您生病住院 爸 请您原谅我 快起来 起来起来 快起来 来来来 来 那些事情都过去了 过去了 当初我住院的时候啊 你不是告诉我吗 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咱们就一起 把那些事情都给忘了 好吗 忘了 这怎么可能 当然可能了 只要不去提 不去想 就能忘掉 而且忘得干干净净 真言 我过去欠你太多太多了 我不想再浪费一分一秒 在过去的那些事情上 我只想和你从现在开始 一块去创造新的生活 一起去创造幸福的回忆 明白了吧 爸 我明白 抛开旧的 迎接新的 对 对极了 你打电话找我 有什么事情啊 童小姐 我是想跟你谈承晏的事 如果你要告诉我 你有多爱她 那就不必了 因为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比我更爱她 那你怎么不信任她 不好好珍惜她呢 这用不着你来教我吧 我不是教你 我是关心你们啊 关心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我怎么能不管呢 你跟承晏现在不开心 是因为我 我心里故意不去啊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我想你太高估你自己了吧 对我来说 你根本不足以构成对我的威胁 童小姐 其实你对我不应该有这样大的敌意 我今天来我是想告诉你 其实我不是你的情敌 我爱的人不是高承晏 而是高承晖 什么意思啊 我最近啊 跟高承晖闹了些别扭 承晏哥是来做和氏佬的 你看你就误会了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 该说对不起的 是我 对不起 好了好了 误会解开就好了 别对不起对不起的 要不你现在去找承晏吧 那我们改天再约啊 好 我先走了 嗯 他是不是生我的气不来了呢 不会的 承晏说会来就会来的 他不会骗我的 可是 他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来呢 锦军 真没想到 你会约我出来 你这是干吗 上次我不分青红皂白都错怪了你 对不起啊 原来是这个事情啊 我可是第一次被女生冤枉 你得赔罪 怎么赔啊 怎么赔都行 你说 真的吗 就怕你赔不起 只要你说 我一定想办法 好 这可是你说的 我要你用 一生一世来赔偿我 一辈子来赔我 这个赔罪 你赔得起吗 你真的不怪我了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可是 可是 童戒指被我弄丢了 只要你陪我一生 我就再陪你个戒指 我跟你赔礼道歉 你要我陪伴你一生 我很能吃的 你这不是亏大了吗 你 金娟 我这辈子只要有你相陪 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嫁给我好吗 好 怎么样 我家漂亮吧 真是太漂亮了 简直像宫殿一样 里边还住着一个漂亮的公主 那你是自比白马王子喽 其实啊 我一直把自己比成 拥有神灯的小阿拉丁 当然了 他最后 还是娶了公主 你们高家两兄弟啊 真有意思 一个是整天想着 扛着宝剑做大侠 一个又把自己想象成 拥有神灯的阿拉丁 真不知道你们两兄弟 在想些什么东西 我想 大小姐不会不明白 这两个比方吧 我是不明白啊 你给我解释解释 大小姐 你这有点太客气了吧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哥 他是个理想派 每天只想着打抱不平 而我呢 就比他现实多了 我只想靠着我的神灯 不劳而获 不不不 神灯 它是我的头脑 我可以靠它 来给我创造财富 我也可以靠着它 来给别人 创造幸福 我相信 只不过 不过什么 只不过 那个别人不是我 而是小倩 这个 情深一柔 也不属于我 拿回去给小倩吧 大小姐 我想你是误会了吧 是你误会了吧 高承辉先生 你呀 你呀 来 承鄞大海快来尝尝 小心别烫着了啊 快吃啊 好 还不错 可是比起咱们家重的 还差一点 娘啊 老是忘不了老家那两块地 奶奶 我觉得这花生很好 很绵软啊 你是没吃过自己家重的 搞不成业 给我过来 你干吗 我问你 是不是你告诉景觉 我跟小倩的事 没有啊 还敢骗我 我干吗要骗你啊 那她怎么知道小倩这个人呢 我怎么知道啊 你再说你不知道 我就是 扔扔什么呀 怎么回事 奶奶 高大嫂 小倩妈妈 小倩 程辉也在啊 那正好 我们正想来谈谈你们订婚的事 订什么婚啊 小倩 我问你啊 是不是你告诉景觉 咱们俩在一起的 我 告诉了又怎么样 我明天就要跟你订婚了 我马上就要成为你的妻子了 怎么 你公司不让你结婚 还是因为我 你公司要把你开除了吗 小倩 我之前有跟你说过 如果你还爱我 就应该尊重我的选择 可现在呢 不但不尊重 还出卖我 闭嘴 来来来来 闺女 疯了她 说什么呢你 你以为这订婚是小孩子过家家呢 想怎么着就怎么样 我告诉你 程辉 好了 大海 程辉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谁惹你了 你说话呀 程月 你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知道 我还云里屋里呢 程辉啊 你心里不痛快 在这里发脾气 难难理解 可是小倩的妈妈 是你未来的岳母啊 你这么不懂礼貌 人家怎么敢把女儿嫁给你啊 嫁什么呀 我都说不接了 你敢 高程辉 你说不结婚就不结婚哪 那我女儿肚子里还怎么办 好 小倩 你有喜了 小倩哪 你怀孕了 怎么不告诉奶奶呀 快坐下 要当心你 没关系啊 小倩 你不是告诉我 你带她去打胎了吗 是我不愿意打的 不愿意打 是吧 好啊 你们两个结巴 小倩这孩子我管不了了 你给我回来 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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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倩 小倩管我 小倩 实在是对不起 这事 程辉 你快去看看吧 别让她出事了啊 小倩 小倩 别过来 好好好 好 我不过去 你别做傻事啊 你不为了自己着想 也要为肚子里的孩子着想啊 程辉只是一时接受不了 你别逼她呀 我逼她 我没有逼她 是她逼我 现在是她不要我 她不要我跟这个孩子的 小倩 你别逼她呀 你相信我 听我的 小倩 再给撑回一点时间 我相信她一定会变好的 她一定会回心转意的 你要给自己一个机会 也要给孩子一个机会 好吗 给她一个机会 你能保证 她会回心转意吗 小倩 听话 你先下来吧 跟我回家 别让你妈妈担心了 对不起 有什么好对不起的 因为我 你才跟景娟闹别扭 小倩 好了 这件事情 你别想太多了 这件事情是因我而起的 我一定要给你一个公道 先回家吧 今年的私价表面上 看上去很稳定 可我接到可靠的消息 就说明年 有部分的产区会闹重灾 而且灾情啊 会不断地扩散 所以我想啊 明年的私价一定会上涨 我建议公司呢 应该大量的收购 这样明年的利润 一定会很可观的 你这个消息啊 非常有价值 你估计一下 大量收购的话 需要多少钱 这 这个当然越多越好了 不过我认为 先准备个三四十万吧 然后陆续增加 重点是要分散收购 不要走漏消息 不然就不好办了 好 那这件事情 就交给你全权处理 好 至于资金方面呢 是没有问题的 您放心 我肯定可以把它办好 会长 会长糟了 我刚刚收到消息 那个大小姐 要跟那个什么高成燕 去登记结婚呢 你为什么不带人去 把他们拦下来呢 我是想向您汇报一下 他们可能到法院 去登记结婚了 会不会把事情搞大 把事情搞大又怎么样 我正担心那事情的居然 他竟然不听我的话 董事长 您先别着急 我哥跟大小姐结婚的事 肯定没跟家里人说 要不这样 我先去跟他们谈谈 现在连我出面他 都不听我的话 你却有什么用啊 他为什么 为什么谁都不嫁 偏偏要去嫁朱德纲的骨肉 我宁愿他嫁给你都可以 这个孩子真是鬼迷心窍 可我哥 怎么就是朱德纲的儿子呢 要是董事长您的儿子 那不就没这个事了吗 土三 去备车 我要亲自去一趟 好 董事长 这件事情啊 你不用出面 留在公司 懂吗 敬娘 签字吧 不准签 这对信任正在举行结婚登记仪式 你们是信任的什么人啊 什么信任不信任的 没你的事你不要去 童会长 你给我老实点 童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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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谁呀 在我的面前跟我讨论 我女儿的权利 你们两个 不但不可能在一起 而且永远不可能结婚 敬娘跟我走 爸 我不会走的 靖靖 听爸说句话 我求求 这可 靖军 现在 跟我走了吧 靖军 靖军 你过来 你不想活了什么你 你 有这种 你骗人 我不信 我不信 锦娟 锦娟 你听我说 我也不希望这是事实 可是你和高承彦 真的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妹呀 你骗人 你怎么可以撒出 这样的谎话来骗我 你说这种绅士的话 咱们可以拿来说谎 拿来开玩笑 太荒唐了 不会是真的 爸 如果承彦 真的是你的亲骨肉 你怎么可能 一点反应都没有 你怎么可能 之前那么敌对他 之前我是认为 他是高大海 和卓曼君的儿子 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他呢 直到后来 我听说 朱德纲认了他 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啊 那就更奇怪了 你没有儿子 你突然发现 有这么大的一个儿子 你怎么可能不认他呢 你怎么可能一点反应都没有 你要我有什么样的反应啊 你要我告诉全天下的人 他是我跟卓曼君 两人的私生子吗 这会毁掉曼君的明节的 这等于告诉全天下的人 他在跟我有关系的时候 也同时跟朱德纲投还送报 他跟大海是有家庭的 我不想破坏别人的家庭 也不希望承彦不光彩地过去 让大家知道 他以后怎么见人哪 不可能 不可能 如果是真的 如果你所说的 承晏是我的亲哥哥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是你自己迫不及待地 要去嫁给你自己的亲哥哥 要不然我永远不会说出去 这是我跟卖军之间的秘密啊 不可能 不可能 这是你的诡计对不对 你为了阻止我跟承晏在一起 编造出来的对不对 我不信 我要去问曼君阿姨 你去呀 我现在就可以把答案告诉你 卓曼君 他现在有家庭 他会保护他自己跟他的家庭的 他一定会说我胡说八道的 要去你尽管可以去 我不会拦着你 你最好快去 反正啊 我活出去了 顶多别人说我风流 可卓曼君和高承晏 他们绝对不会这么轻松的 小姐 您的电话 还是那位高承晏先生 不接 你告诉他我不接 我跟他讲过 可是他一直打来啊 你告诉他我病了 病得快死了 是 小姐 夫人 又有什么事啊 是我 让我进来吧 妹妹锁 景君 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觉得哪儿不舒服啊 我浑身都不舒服 我觉得自己好愚蠢 好罪恶 你怎么会这么想的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老天对我太残忍了 他怎么可以跟我开这种玩笑 我不明白 我可不明白 是跟承晏有关的事吗 我不知道 你不要问我 你去问我爹去 坦白说 我自己也很意外 你说世上 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 而且还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不过幸好啊 即使发现了 不然就铸成大错了 怎么这事 从来也没有听你和曼君提起过 那些都是过去的事情 有什么好提的 再说啊 曼君是个女人 女人最在意的 不就是面子吗 她怎么可能会跟你说这个事呢 可是曼君他是大家闺秀 他不可能同时跟你和朱德纲交往吧 而且他后来 还怀着你的孩子 嫁给朱德纲 你以为卓曼君是个什么好东西啊 朱德纲失踪 他还不到一年就嫁给高大海 幸亏当时我没娶他 要不然啊 别说是帽子 恐怕我胡子都变绿喽 曼君当年嫁给高大海 有他的苦处 你不必这样骂他 我为什么不能骂他 他怀的可是我的肿 他却嫁给了朱德纲 当年啊 我因为同情他 差点动了要取他的念头 结果他偏偏嫁给了高大海 我不跟他要孩子算不错了 说得是啊 既然高承晏是你的儿子 你为什么不把儿子要回来 反而是朱德纲抢着要儿子呢 你怎么知道朱德纲抢着要儿子 你们两个在优惠的时候 躺在床上 他在你枕头边上跟你说的 没有这样的事 你别胡说 我们现在谈的不是这个 我们现在谈的就是这个 这一切都是朱德纲造成的 他先是抢万军 然后现在把主意打到你身上来 我早就应该把他给解决了 对不对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对他怎么样 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 别这样 别这样 我就知道啊 一提到你这个老情人 你就会受不了 别生气嘛 咱们不说他行了吧 为什么不让我进去 快开门 我要见你们家大小姐 快走吧 我们小姐早就不相信你了 不可能要你胡说 你开门 开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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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进去 开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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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高承晏 什么事啊 我要见景娟 不是我不让你见景娟 而是她根本不想见你 不可能 她为什么不想见我 我们两个本来感情很好的 马上就要到法院登记结婚了 为什么你一来就完全改变了呢 对不起 请原谅我对你的无礼 对不起 可是我很想知道 你到底跟她说了些什么 我跟我自己的女儿说什么 需要告诉你吗 至于她为什么不想理你 我只能说 你们俩之间没有缘分 不 你这是搪塞我 我不相信会这样 好 你既然想问到底 我就再透露一点 你跟我女儿是绝对 不能在一起的 为什么不可以 为什么 这是上一代的很多恩怨 跟误会造成的 我不方便说 你也不必去打听 你去打听这些事情 只会让你身边 最亲近的人受到伤害 景娟呢 已经非常清楚了 她决定中断你们之间的感情 所以不要再骚扰她了 行吗 为什么 为什么她连一个解释的机会 都不给我 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她现在连你的电话都不接 她怎么会见你这个人呢 承諺 你这么聪明的一个孩子 我想连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 你不会不懂吧 不送了 好 地球 你必想更多 还有 十七 会 heraus 轻辵 为什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究竟听他爹说了些什么 为什么短短几秒钟 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掉头就走连头也不回 他对我们的感情 那么执着坚定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景娟 不管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对你的爱永不改变 我也相信 我们的感情经得起考验 虽然婚礼被你爸爸破坏了 但是我不会因此放弃的 景娟 我一定会把这枚戒指 带在你手上的 爸 妈 找到新工作了 在什么地方上班呢 洋行嘛 哪家洋行啊 洋行就是洋行 问那么多干嘛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 好了 我不吃了 什么态度这是 你哥呢 我刚刚上楼 他不在房里啊 爷爷没回来吧 奶奶 我先走了 承夜爷爷爷没回来 我去看看 请问高承彦在吗 他没有来上班 他没来上班 什么事 德纲 德纲 承严没来上班啊 怎么了 他爷爷爷爷爷爷没有回来 我还以为他搬到你那去了 我还以为 是你们不允许他接近我的 怎么会呢 他会跑到哪儿去呢 你先别着急 我们分头去找 好吧 好 走 承晏 你怎么在这儿啊 爸 你也没回去 全家人都急死了 爸 对不起啊 起来 找到人就好 我们快回去吧 爸 我做了件对不起你们的事情 怎么了 有什么事 昨天 我和景娟没有经过你们的同意 就到法院去公正结婚了 什么 爸 你别着急 这会没结成 我和景娟在登记的时候 他父亲就赶过来了 不知道和景娟说了些什么 然后他就 他就离我而去了 没结成也好 以前不知道她是同富贵的女儿 我跟你妈看她人挺好 有乖巧 董事 我们也挺喜欢的 可是自从知道她的身份 我们其实很焦虑 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劝你 既然事情演变到这一步 这也是老天爷的安排 爸 你们上一代的恩恩怨怨 为什么要我们这些后辈来辈呢 你们没结成婚 对两家人都好 行了 别难过了 天下好女孩多的是呢 可景娟只有一个 大丈夫何患无期啊 爸 我认定了 我这辈子就同景娟了 儿子 你听我说 人这辈子除了结婚以外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尤其是你 你生父身体不好 大病刚刚出狱 他特别需要人照顾 你也应该回去尽心孝心 对不对 你应该回到他身边 帮他把宫丝撑起来 让他也享受一下天伦之乐 爸 你什么时候变得 这么宽宏大量 跟你生父比起来 我差远了 他真的要争 我们谁都揽不住 回去吧 回到他身边 跟奶奶说一声 快去 我打死你 奶奶 奶奶 放开我 娘 我要打死这个不孝子 你冷静点吧 我孙子都快没了 你还叫我冷静 你这个混账 你真的把承晏送给朱德纲了是吗 奶奶 你凭什么将我的孙子送给别人 承晏跟了我们二十几年 你不要这个儿子 我还舍不得我这个孙子呢 就是因为心疼 所以才要更舍得 他跟了他的亲生父亲 才会有更好的前途 你说什么风话 承晏不是在朱德纲的公司上班了 他不会提拔自己的亲生骨肉吗 承晏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你操什么心哪你 娘 您别这样 承晏回到他亲爹那儿 他还心里也不好受 您别这样 你真会伪装啊你 你真够阴险的 我知道了 一定是你别有用心的 挑拨大海 放弃承晏的 对不对 你很厉害嘛 想当年你们母子走投无路的时候 我是怎么照顾你们的 你们现在要抢走我的孙子 我 我跟你骗了我 奶奶 别这样 奶奶 娘 奶奶 承晏 我问你 你姓什么 我姓高 满君 你跟我说 你姓什么 承晏姓什么 他姓高 大海 我问你 承晏姓什么 姓什么 说呀 姓高 姓高 可是到了人家家 就得姓朱 你 你 奶奶 你别再打发了 娘 他都不要你了 你还护着他干什么呀 奶奶 不管我是谁生的 大海爹永远是我爸爸 奶奶 你别这样 娘 奶奶 奶奶 奶奶奶 承晏 我问你 你姓什么 我姓高 满君 你跟我说 你姓什么 承晏姓什么 他姓高 大海 大海 我问你 承晏姓什么 姓什么 说呀 姓高 可是到了人家家 就得姓朱 你 我 娘 奶奶 你别再打发了 他都不要你了 你还护着他干吗 奶奶 不关我是谁生的 大海爹永远是我的爸爸 好 我就是要你说这句话 你们给我听清楚了 承晏是我们高家的人 是我的孙子 承晏 你知道吗 这是曼君 进我们高家门时 在祖先面前说过的话 你可以问你吗 我有没有说半句假话 奶奶 高家对我的养育之恩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可是朱德纲是我的亲生父亲 这是个事实 如果他现在没病没灾 另外自己有个幸福圆满的家庭也就罢了 可他现在孤苦伶仃一个人 而且 随时随地都可能离我而去 我作为他的亲生儿子 怎么能不管不顾 奶奶 爸爸的还有你还有我妈 可他呢 他什么亲人都没有 他很可怜 他真的需要我呀 他需要你 难道我们就不需要你了吗 你好狠心哪 你刚才不是说高大海永远是你爹吗 没错 我是说过这话 可是奶奶 在这世间谁无父母 你也不希望看到你的孙子 冷酷无情是个不孝子吧 奶奶 娘 您一向是刀子嘴豆腐心 您就成全承燕的孝心吧 就是 娘 承燕就是跟着朱德纲 她也不会忘了我们 她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吗 朱德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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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哪儿来的福气呀 我 她也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她也不会有你 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她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我还不想念你 我和那些孝顺的孩子 你也不会跟着你 我原本呢 我还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我一个孝顺的孩子 我做孝顺的孩子 妈 你歇着吧 我来吧 承晏啊 坐下来 陪妈说说话 妈 我就要和亲生父亲相见了 可是 代驾却是要离开 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亲人 我的心 妈懂 一颗心要白成两半 当然疼了 妈这一辈子都在承受这种痛苦 没想到现在把你也连累上了 妈 你别这么说 这怎么能怪你呢 要怪的话 也只能怪命运捉弄人 是啊 命运捉弄人 但是 也要感谢命运 你们父子俩现在不是团聚了吗 承晏 这次到你爸爸那儿 不但要照顾好他的身体 他公司里的事情 你要比以前更认真 更静心 等他的身体早日康复起来 你肩上的担子不轻 你知道吗 妈 我明白 你还有什么吩咐的吗 我们做人呢 要饮水思源 知恩图报 不能忘本 妈 你放心 大海爹对我的好 高家对我的养育之恩 我都不会忘记的 妈知道 你向来都是一个有良心的好孩子 虽然以前有些时候 奶奶会偏着成灰多一些 可是在心里 她一样是疼你的 有空的时候啊 常常回来看看他们 你放心吧 我知道 不过 我最舍不得的还是你啊 你 傻孩子 大海 娘 你在干什么呀 没干什么 我就听听 你先回去睡觉吧 来来来 来 你怎么那么晚才回来啊 我问你 你是不是还在同富贵那上班 你哥明天一早就要回他亲爹家去了 你妈正跟他说话 别去打扰 我去打扰 我妈 你不想说 你很诚不承认 你快去打扰 你一直在家 你不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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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凉了 妈给你换一件厚一点的外套 来 谢谢妈 明天还早起呢 快点休息吧 妈 你要保重啊 爸 这么早就起来了 爷我 德纲爹已经约好要来接我的 我去跟我妈说一声 你妈昨天也熬了一晚上 天亮才睡的 你别吵醒她了 赶紧走吧 趁你奶奶还没起来 免得她难过 承晏任祖归宗 我留在高家报恩 这二十几年的风风雨雨 也算是圆满落幕了 天气凉了 爸 出门要多穿点衣服 嗯 上下班路上车多 你自己要小心 爹你放心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你小时候就掉进河里过 爸 我已经长大了 爸 总之啊 我们不在你身边 你凡事都要小心 别总是那么粗心大意 别逞强 肚子饿了要记得吃东西 别把胃弄坏了 我知道了 爸 怎么觉得 还是当年那个小承晏 昨天还坐在我肩膀上呢 今天已经长大了 爸 你别难过了 行了 有空啊 趁回家看看 别让你妈惦记 嗯 哎呦 程辉呀 哎呦 程辉呀 昨天晚上 你在隔壁都听到了 你哥刚走 快去送送他 哎呀 怎么了 快送送他呀 奶奶 我哥他是去亲爹家享福 他不会在那边吃苦的 哎呀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再说些什么呀 他是你哥 是我哥又怎么样 他是我哥给我这个做弟弟的 什么好处了 奶奶 你不知道 那是因为我命不好 我不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你还说你命不好 你小的时候啊 奶奶把你捧在手心上疼你啊 奶奶 你再疼我 我也是穷小子 我也不会变成有钱的大少爷 程辉呀 你要有志气 你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的 我知道 高家现在 只有你是奶奶的孙子了 你可一定要争气哦 奶奶你放心 我肯定会争气的 但是我怎么想也想不通 哥哥不争气却拥有一切 我就得靠自己 你 为什么呀 成辉 为什么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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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来了 去吧 你爸已经到了 爸 记住我爹您的话 我都记住了 你 你 身体不好 要好好照顾他 走了啊 爸 爸 大海 来 见了我你干嘛要跑啊 我失去不打扰你们父子团聚 没有你我跟程燕哪有可能团聚啊 你为他的付出我永迹在心 也谢谢你 对他多年来的养育之恩 倒是这一天 我还也还不清啊 我为程燕做的 都是我心甘情愿做的 不要你嫌 更不必还 程燕不管去到哪儿 他永远都是我高大海的儿子 我也不要你什么承诺 只要你默认这一点 我就满足了 其他的都不用说了 没错 他是你的儿子 也是我的儿子 是我们的儿子 你还是当年我的好兄弟 你以为他弄来 你对他是你的儿子 看他 听还要是你的儿子 你也太 British了 你现在就去哪儿子 有点有点子 我筷子 Ikse 谈过了 他说自从你当业务经理之后 咱们的利润是大有起色 看来我的眼光并没有错 你做得很棒 那都是董事长您领导有方 都是自己人了 干吗那么客气 不过你确实在生意上 真的很有头脑 我有件麻烦是想请教你 请你帮忙我的忙 董事长 你有什么事 你就直说呗 我呢 听你的话 把长江县上的那些货 都给卖了 把所有的资金呢 全部都投在了远洋货轮上 这生意是不错 可是啊 海关那些讨厌的警察 非得在每样货物上 都得瞌睡 你说这样公司的利润 不就没了吗 你替我想一想 这件事情应该怎么样解决呀 董事长 来啊 这洋人啊 有一笑话 是什么呢 这一生啊 有两件事情躲不过 第一 就是有生就有死 第二呢 就是纳税 这洋人的话还挺有意思的 不过你接着说吧 但是我们中国人啊 就是比洋人聪明 不但这孙猴子 可以在阎王爷那儿 一笔勾销生死簿 还能啊 千方百计地不纳税 好 那你老实地告诉我 要怎么样千方百计地 不被瞌睡呢 董事长 这个您肯定是高手 我 我还想跟您学学呢 你这臭小子 怎么 绕了一大圈 你取笑我吧 董事长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这商人啊 省税它是应该的 只要这手段合法 我 一切都合法的 就赚不了什么钱了 你要知道 船运对我们公司来说 是大利润 我们再怎么样 都要保住这块利润 要不然 我们花在这上面的精力和钱 就没办法回本了 懂吗 那 董事长 您的意思是 我只是关心这一块 你非常清楚 也做得非常好 明天早上 那批货非常的重要 我就让你来负责 要记住 处理事情 手腕要机灵一点 要随机应变 懂吗 董事长 您是想让我对付那些 难缠的警察是吧 你要知道 这一步对您来说 是更上一层楼 想不想试一试 不是有句老话吗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 不是好士兵 既然董事长 这么看重我这个小士兵 我愿意试试 好 我一看你啊 就是干将军的料 记住 以后好好做 你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 来 好茶 可别碰上集思队的人 动作得快啊 你跟他们说 嗯 快点快点快点 动作快点啊 什么 怕什么来什么 哎 冷静点 放下 队长 公务繁忙啊 这点小意思是孝敬队长和兄弟们拿去喝茶的 这 这钱呢 就算是充公了 货 还是得查 这 这装的可是瓷械 如果损坏了我们可担待不起啊 队长 嗯 再啰嗦我就告你妨碍公务 哎 图三爷 大队长掏枪你就让他查 这批货 反正是他们顶头上司杜老爷子的 要担待 那是他自己人的事 你说谁 哼 我的这笔货 是你们华人总仆头杜老爷子的 你要结他的货 我没什么跟你好讲 他哪天要是怪罪起来 我只能说 都是大队长您的意思 查吧 当真是杜老爷子的 是不是 你开箱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小虎 小虎 拿家伙来 开箱 住手 这箱子 要开是你们自己开的啊 跟我可没关系 走 哎呀 妈呀 小子 真有种 他可真沉得住气啊 那些警察哗啦啦全扫光了 总而言之一句话 这小子聪明 浓干 点子真多 三哥 谢谢你的夸奖啊 谢什么 本来你就是啊 涂三 对 来 拿着 董事长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这钱我不能要 这个 是你的奖励金 你知不知道 让涂三这个人夸奖 别人是多难的事啊 收下吧 别啰嗦了 拿着吧 好 谢谢董事长 收下 买这么多东西 要花多少钱哪 送奶奶礼物 我怎么能小气呢 只要能让奶奶开心 花多少钱都成 你这张嘴油腔划掉的 就像抹了蜜一样了 奶奶 买这么一点东西算什么 等我以后飞黄腾达了 我还要让你想荣华富贵呢 飞黄腾达 有那么容易吗 抓住机会就不难 那你抓住机会了 奶奶 这你就等着瞧 您要帮我保密 千万别跟我妈说 我还在佟老板那儿做事 你爹你娘 就是不让你留在这个佟老板的公司啊 奶奶 我可不能让机会从我手里溜走啊 哥的爸爸是朱德纲 他有天上掉下来的大运 我有什么呀 可是早晚有一天 我会有出息的 我相信我的孙子有志气 你呀 要像个男子汉 记得对小倩要有个交代 奶奶 再给我一点时间 男人嘛 就要以事业为重 对不对 对 对 说得很对 傅达玲啊 比我哥亲爹的德貌规模大得多 我一定要站稳脚跟往上爬 我可不能输给我哥 对 对 傅达玲 看来你是真的舍不得 离开这个姓童的呀 承辉啊 妈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不要给童富贵做事 他不是个好人 你怎么就这么不听劝呢 爸 妈 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 你们上一代的恩怨 是你们上一代的事 为什么总要记得我头上呢 你们去问 有多少人挤破头都挤不进傅达玲 你们还让我离开 你们不要再逼他了好不好 承辉啊 有尚尽心 有错吗 娘 这事您不懂 我不懂 我不懂 我是不懂 可是承辉他懂啊 他有尚尽心 他聪明 他什么都懂 他有计划 我就相信他 妈 陈辉啊 妈愿你到这儿来说话 是因为在家说话不方便 你回答我 妈会害你吗 说话呀 我知道妈不会 所以呀 你更应该相信 妈坚持让你离开傅达林 是为了你好 妈 我在傅达林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机会 我 童富贵 有可能是你妈的杀父仇人 这个人 心狠手辣 卑鄙下溜 她还曾不择手段 强霸你妈为妻 她是个人面受亲的禽兽 不到万不得已 妈是不会逼你离开她的 妈 过去的事我不想知道 可现在 她确实对我挺好的 你怎么还执迷不悟啊 你相信妈的话 童富贵是不可能立地成佛的 你跟着她只会被她带坏 就这样 妈叫你辞职 你就得辞职 承辉呀 你现在还年轻 有的是机会 傅达林 不会是你成功的唯一道路的 她很有可能 是一条布满陷阱的路 让我再想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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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走了 原来你是为了卓老爷的事情 所以想跟我辞职 原来你也认为 我跟那个惨案有关呢 董事长 您别误会 我不是这个意思 当年发生了什么事 我现在我也不明白 我外公是被谁害死的 也没人跟我讲得清楚 只不过 我父母一次次给我施加压力 我是被逼的 我没办法 好了 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么多 我知道 这并非出自你的本意 可是 我要跟你说的是 你听到的是 你都要用你聪明的脑子 想一想 你这么做值得吗 我想都不用想 这么做肯定不值得吗 所以我更要告诉你了 这对你来说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那对于我呢 损失更大 这根本就是一场冤枉 当年跟那个姓朱的 一起下江南 一起遇到那个传难 我好不容易才私利逃生的 我怎么可能 跟这件事情有关系呢 那董事长 当年我妈和我外公 是谁跟着他们下江南的 董事长您别误会 我知道这话我不该问 你问得很好 你问得很对 可是陈慧言 这个问题 我没有办法回答你 我看哪 你还是回去问你爸爸 陈慧言 我可是什么都没有说 就像你刚刚讲的 当年出了这个传案 到现在还是一团谜 我想除了当事人 谁也不知道真相啊 我是不会去猜 而且更不会去伤害你的爸爸 可是 我会好好地保护我自己 我一定要去把真相给查出来 还我自己一个清白的 陈慧言 我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好孩子 我也知道你现在很为难 可是你应该知道 我们两个人合则两利 分则两害 我们应该是互相帮忙 不是互相伤害的 对不对呀 对于你的辞职 我还是不能接受 你给我一些时间 让我去把真相给找出来 你现在应该要做的 是好好专心地工作 知道吗 先回你的办公室去吧 好 那我先走了 欠还是不欠 我再问你一句 欠还是不欠 好啊 你不欠是吧 欠还是不欠 欠还是不欠 高大海 老子再问你最后一句 这保证书 你是欠还是不欠 你有本事 打死我 打死你 打死你老子 我还要偿命 弟兄们 把他给我绑起来 丢到海里去 好啊 那我再提醒你 帮我绑块石头 要不然 我缠不下去 你小子还给我嘴硬 我让你嘴硬 我让你嘴硬 让你嘴硬 让你 童老板 把这家伙 丢到海里算了 放开他 用点脑子好不好啊 什么时候才能把事情办好呢 高大海 高大海 你说 这是不是一旦人 不如一旦人的 咱们都是咋他 你知道吗 我现在一看到你呀 我就新烦 出去 全部出去 是 是 走 大海啊 刚刚我看着您一拳拳的挨奏 这样的场面啊 我突然想起来 咱们小时候 在卓老板面前的那个样子 那时候你还有点人情味 现在一点都没有 你知道吗 我还记得有一次 卓老爷呢 在房间里丢了二十两银子 他怀疑是我们两个干的 那时候啊 我也是一拳拳的挨打 可是跟你刚刚一样 你一句话也没说 死也不说是你干的 可是总得有人承担呢 于是我就说 我承认是我干的 是我干的 记得吗 后来老爷子问了 你还撒谎 说你是因为家里穷 等着钱佣 老爷子人好 没怪你 还给了你十几块大洋 最终不是真相大白了吗 就是帐房那个老孙干的 后来这件事 老爷子问我为什么要撒谎 我说 老爷子 我怕你的年纪大来 气坏了身体 所以我只好忍辱负重 让这个事情有个好的结局 这个事情结束以后啊 卓老爷子对我是刮目相看呢 可是你知道吗 其他人怎么说 说了半天就只有一个字 笨 是 人和人可能生来就不一样吧 我承认 我没有你聪明 到现在 这么一大把年纪了 也没什么出息 可你不一样 我还记得你小时候跟我说 什么时候 你也能像别人叫卓老爷那样 也叫你一声童老爷 大海啊 我办到了 我很欣慰 我同样也为你感到欣慰呀 你呢 有个漂亮的老婆 有两个又聪明又能干的儿子 这是你所拥有而悟我没有的 在这一点上你也比我强啊 谈不上 至少我还有一个不争气的儿子跟着你 陈辉 大海啊 你知道吗 陈辉这孩子啊 真是让我实实处处地提防着他 可是另一方面呢 我又特别地欣赏他 我总是可以在他身上看到我年轻时候的样子 他有朝气 很聪明 很有上进心 别说那么好听 我自己的儿子我还不知道吗 跟你一样的贪心 总想走捷径 捞偏门 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你说走捷径的没错 朱德纲当年不是也这样的吗 上了卓家大小姐 莫名其妙成为卓家的成龙快婿 你说放着这样一个捷径在你面前 你不走 你是不是傻子 朱德纲跟你不一样 再说 你说的捷径那是一条歪路 我不能让我儿子过那样的生活 你放心 总有一天 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他 大海啊 你很清楚 我不会允许你这么做的 陈辉在我手上是一张底牌 我不会那么轻易就放过他 你想想看 如果真想大牌 我这辛苦打下来的十几年的事业 不就毁于一旦了吗 我也提醒你 他是我儿子 你的这张牌是我的 你的 嗯 你如果一定要跟我鱼死网破的话 好啊 我陪你玩 你信不信我会把你这张牌撕了毁了 你敢 你要不咱们俩试试啊 大海啊 我劝你 你还是继续过你幸福快乐的家庭生活吧 我呢 我可以继续追求我的名和利益 大家可以井水不犯河水嘛 不过假如 你一定要往死胡同里面钻 那我也没有办法拦着你啊 啊 这样吧 这事儿 何去何从呢 我听你的 啊 大海 大海 你怎么又在这里喝门酒啊 啊 有心事啊 能有什么心事 看你这样子 就知道你有心事 心事 还不是程辉那点破事 程辉的事有什么好担心的 以前的事情 我已经告诉他了 他也答应离职了 满君 算了吧 那孩子大了 翅膀硬了 他爱怎么飞就怎么飞了 大海 别喝了 虽然时间久了 但我确定 这不是你外公的笔迹 而且外公他把收账单交给了我 我又怎么可能 自己大老远的亲自去收款呢 爸 你有没有发现 外公过世的日期是已冒日 而这生意上的签字 是在外公过世以后的日期 所以说签字的人肯定不是外公 说得没错 你注意到了 嗯 可这几张单子是同一个人捡的 是有可能收到账单呢 能拿到账单的人 一定是拿走你皮箱的人 还懂得冒充你外公的名字 同富贵肯定是他 他跑不掉了 我们可以告他侵占 我想这个人 你外公的死他也脱不了干系 他玩法弄法 我们可以将他绳制以法 走 走 谁是高求辉 警察大人有何贵干啊 谁是高求辉 他就是 抓起来 走 走 你凭什么抓我 放开我 放开 放开 你放开 放开 走 接去 进去 走 警察先生 你别生气 你告诉我 我犯了什么法 犯什么法 你心里明白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啊 你要不知道 就等着做个迷糊鬼吧 走 警察先生 警察先生你别走啊 警察先生 你们两个 能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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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 为什么被抓啊 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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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两个 在哪里被抓的 马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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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关了多长时间啊 七年了 跟我十年喽 来人哪 有没有人 我是被冤枉的 再给我吵 过你一辈子 警察先生 你听我说 我是被冤枉的 我什么都没做 关照的人都喊冤枉 你看 他们叫不叫 你要再叫 我明天就把你给毙了 你干什么呢 董会长 这小兄弟啊 是我的人 他是你的人啊 误会误会误会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来来来 请请请 来来来 董事长 我说你发什么呆啊 董事长给你打点好了 你现在就可以出去了 真的 陈辉啊 你还好吧 你别担心了 我们出来做生意的 黑白两道 总会有些关系的嘛 你说是不是 不然寸步难行嘛 董事长 我 我没事了 没事了 真没事了 走吧 走 走 走 董事长 今天我是特意来向你道谢的 昨天要不是你出面 不但我要吃官司 而且还会给公司 带来很大的损失 陈辉 我怪过你吗 董事长 我知道 可 你越这么说 我越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啊 昨天我才知道 我自己不但才输学浅 而且 这临场的经验完全都不足 所以我觉得 我还是得到公司的底层 再去锻炼锻炼 不要再说下去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 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吗 因为我相信你 我都敢在你身上下大猪 我都不怕输 你有什么好怕的 你是不是个男人哪 董事长 我 我是怕给你丢脸 不会 就算天塌下来 有我给你顶着 谢谢董事长 董事长我来 董事长 这怎么会有我爹的签名啊 程辉 你应该知道 我一直把你当做自己人 当自己的儿子一样 所以有些事情 总有一天要告诉你 既然 你都已经看到了 看清楚吧 这 当年是我爹害死我外公的 包括 老师 能不能这么说 这当年发生的惨剧 里面所有的当事人 没有所谓的好人 也没有所谓的坏人 更没有所谓的对或是错 我只是说 一个人被逼到无路可退的时候 他就失去了选择的余地 这就是命运 所以没有人可以抵抗命运的 这事情我一定要告诉我妈 当你是我爹害死我外公 话可不能这么说 这当年发生的惨剧啊 这里面所有的当事人 没有所谓的好人 也没有所谓的坏人 更没有所谓的对或是错 我只是说 一个人被逼到无路可退的时候 他就失去了选择的余地 这就是命运 所以没有人可以抵抗命运的 这事情我一定要告诉我妈 她为这事受了一辈子罪 不可以 千万不可以啊 成辉 你想想看 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告诉你妈的话 她能原谅你爸爸吗 当年 就是因为我跟你爸爸之间有交情 所以我才叫你爸爸 写下这个保证书 为的就是要保护大家 而且不让你爸爸被别人利用啊 如果你把这事告诉你妈的话 我的苦心就全白费了 而且你就会亲手毁了你自己的家 这样做值得吗 值得吗 可 可 可 这对我妈还有我外公公平吗 不 我倒认为这样公平 为什么 其实 那么多话 我一直都不想跟你说的成辉 不过你自己想一想 高大海啊 当年也觉得自己发现了大错 幸运也愧疚 所以他才会咬着牙 收留你妈和你的哥哥 这个过去这么多年了 他真的是很可怜的 想一想 他为你们付出了多少 就算是赎罪的话 我觉得也应该够了 你说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这些事情也许有一天你会懂的 过去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谁也没有办法改变 重要的是 你现在是我身边的大将 你不能自乱阵脚啊 所以这个事情我不会说的 你也千万不要提 我们就让时间把这些给冲淡了 好不好 你要坚强一点 勇敢一点 这些呢 都已经是上一代的事情 你有自己的前途 千万不要被这事情给影响了 好吗 我呢 把你当成了自己人 以后公司在港区内的所有仓储 全都归你管了 好 我相信你 这里面都是啊 我们公司最重要的财富 如果不是公司的核心成员 他们不能上这里来 你知道吗 董事长 这里面都是什么东西啊 这些呢 都是帮客人代孕的 一般的东西呢 放在下面 贵重的放在楼上 我们赚的是运费 至于这些箱子里面 装的是什么东西 上面写得清清楚楚的 不过还是有些客人 为了避税 他们 单位会有申报不实 做生意嘛 讲的是和气生财 广洁善缘 所以 能对别人方便 就对我们方便 是 幸好 我们公司的人脉是不错呀 祭司队也很给我面子 所以 我们的任务呢 就是把货物安全地 交到货主的手上 行了 就这么回事 我明白 明白 我这个人呢 恩怨分明 你好好干 我不会亏待你的 知道吗 知道 好好的干 加油 快过去 过来过来过来 这边 快 快 快长 来那儿去 来 你快点 好嘞 高经理 您叫我 您叫我 可不是叫你吗 来 我不会抽烟的 不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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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名啊 我送你两瓶进口的上等红酒 客气 高经理 年轻有为呀 刚来不久 就成为会长面前的打红人 以后还得求您在会长面前多多美严呢 我哪有那么厉害呀 这些都是董事长神通广大 以后我们还要多多合作 那是那是 经理 集资队来了 没事 放心 放心 好 不简单哪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兄弟 听说自从你来了以后 这帮凶生恶上 就再也没来找麻烦 您也太夸奖我了 这都是董事长的功劳 不是吧 听说你总有办法 不就是些避税的商品吗 没那么严重的 对不起 董事长不会见你了 告诉你们董事长 我周德纲有事 对不起 真的不行的 真的 如果他想当缩头乌龟的话 那咱们就法院见 怎么了 什么事情在外面吵吵闹闹的 有事咱们进去讲吧 先下去 来 请 两位请坐 不必了 我们的来意很简单 请你认一下 是我签的 那又怎么样 怎么样 问题大了 这些都是当年 放在老爷给我的那口皮箱里的 怎么会到你的手上 又怎么会你去收款呢 这也要问你吧 当年你的那个皮箱啊 消失了很久 没有人知道会去哪儿 这时间过了这么久 卓老爷子他不找我去收账 他找谁 那收到的钱后来到哪儿去了 我当然是会给卓老爷子了 而且我用的是最好的银票 怎么了 你觉得 这些都被我吞了 童富贵 你别以为我外公死了就死无对证 既然是你收的账 为什么上面签的是我外公的名字 大哥啊 我说你这儿子跟你的脾气真是一样 没大没小的 童富贵 你很卑鄙你知道吗 你在外头放什么话说 程艳是你的儿子 什么意思 爸 他是故意想岔开话题 回答不出你的问题 你说童富贵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看你们父子两个 像可爱的小丑一样 跑到我这边来行事问罪来了 我就告诉你们吧 没错 这些是我替卓老爷子签的 是他当年吩咐我去收账的时候 他叫我这么做的 还有 没有错 我刚才说的一点都没错 就是死无对证怎么样 谁叫你晚生了十年 没有办法为你外公效劳啊 你承认是你杀了我外公是吧 我怎么都没有责任 我只能说 你们这些不孝的子孙 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就把所有的问题 推到我这边来 你要指控我什么东西都可以啊 去找证据嘛 现在逝抢法律的 各位同步贵蜜 程艳 好了 走 好香的咖啡呀 这是我刚煮的咖啡 要不要来一杯 当然啦 给我两块方糖 不要奶油 好 好香啊 我们得点点 试试看 真香 嗯 妈煮的咖啡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好味道 怎么煮的 盯着点他们 我跟你说 你要立体点 其实很简单 秘诀就是 当你爸生气的时候 放一点他掉下来的头皮屑 然后他骂人的时候 再放一点他喷的口水 那就行 妈 说真的 教教我吧 其实呢 在煮咖啡的时候 放一个指甲盖大的盐吧 然后那个咖啡 就会变得很不一样的 是吗 那我也要试一下 看起来你的心情好多了 也没什么好不好的 反正 不去想他了 自己也就没那么烦了嘛 这就对了 对了 妈 最近我想去做两件新衣服 改变一下我的造型 也改变一下我的心情 妈平时最会打扮了 帮我看看吧 好吧 没问题 这本杂志 我还没看过呢 新买的 那我们明天去做衣服吧 当然啦 你答应我的哦 两位请慢用 谢谢 你是怎么想到 在家里给我弟纸条的 我知道这样很不礼貌 可我也是逼不得已 现在家里的下人 都是爸的耳目 出门都不方便 我都快被烦死了 不过你这么做 我反而觉得窝心 起码你相信我 你没有把我当作外人 可我却觉得好悲哀 现在家里出了妈 周围好像没有一个 可以相信的人 你爸说的那番话 好像真正有词 不过我也是跟你一样 很难相信他说的是真话 可是 假如这事真的是事实 你就当作是造务弄人吧 你也别太伤心了 其实这件事情 我在心里琢磨了很久了 我总觉得哪里有问题 可我不知道事情出在哪儿 再这样下去 我都快疯了 也许我可以旁敲侧击地 向德纲打听一下 不行 如果按照爸的说法 朱伯伯未必知道这件事 万一这事是真的 那可能是朱伯伯的一个秘密 如果不是真的 而是爸为打击报复他的一种手段 那对他就太残忍了 说得是啊 怎么我从来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锦娟 你真的是一个很善解人意的人 其实 我很想去问曼君阿姨 可这关系到一个女人的明捷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可是这件事要是不弄明白 对曼君的明捷 不是伤害更大吗 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 曼君一定很清楚 可这关系到一个女人的明捷 而我又是一个晚辈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啊 对啊 这件事要是处理得不好 对每个人都是一种伤害 看来我得想想办法 我感够了 陈妍姐 你干吗害得我减不了肥啊 你不要减啊 你这样胖胖的可爱 曼君呢 曼君他 他在外面等你呢 谢谢你帮我约他 不客气 陈妍姐 我突然想到我有急事 你去吧 我先走了啊 你去吧 我先走了啊 嗯 陈妍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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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します 陈妍姐 程燕到底是谁的骨肉 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 你应该知道锦娟和程燕 曾经想去宫城结婚的 我听大海说过了 本来我对锦娟这孩子 是没有什么意见 可后来我听说她是同富贵的女儿 我也就反对 你反对是因为他们是兄妹吗 谁说的 我说的 你怎么会来这里 你跟踪我 我待会儿再跟你算账 满君 很抱歉 我知道春妍对我们的过去很好奇 所以我不得不把当年 咱们两个人的丑事说出来 你不得不承认 当年我在卓家的时候 咱们捅过床吧 你胡说 你这个小人 做了这种不要脸的事情 你还好意思说出口 你也不能跟我否认哪 满君 我知道你很难看 这里也只有他们两个而已 今天说过之后 我以后不会再说了 我相信他们两个 为了我们两个的面子 也不会说出去的 不要脸 莫冲 莫冲 禁冲 你可是亲眼看见他 我可连满君阿姨的面子都不顾了 更别说欠我自己的老底了 可这一切都是事实啊 爸爸为了使你相信 我这心里也不好受 锦涓 你竟敢背着我调查我 我只是想帮锦涓 帮锦涓也得告诉我啊 要不是我听到你打电话到这儿 老子被你卖了都不知道 好 瞧你乐的 是不是今天做了一笔大生意啊 赚了很多钱吧 别忘了给我分红 好 我呢 今天啊打了一场胜仗 比赚钱还过瘾 打了一场胜仗 你跟人打架了 是不是跟那个黄脸婆有关 她倒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没有她这出戏啊 效果是不会这么完美的 真是她帮你的 我说啊 带你出来吃大餐 别破坏性质行吗 你的性质倒是好了 你的老婆打了我 还砸了我的家 你都没让我跟她报仇呢 报仇 你要怎么报仇啊 不如你今晚带我回家 好 真的啊 老子今天心情好 带你回家看看 来 来 喂 你好童公馆 是 我知道 你稍等 夫人 你电话 好 喂 我就是童夫人 你哪位 翠枝 你打来这里干什么 什么 你疯了你 你今天搬过来 童会长让你搬过来 你敢 你试试看 你敢踏进我们家一步 看我不剥了你的皮 老爷 人家还是害怕嘛 有我在有什么好怕的 待一会儿啊 她要是敢给你颜色瞧瞧 我就把它轰出去 可是你啊 也不要太过分了 嗯 恭迎老爷二夫人回府 老爷 你听到他们欠我什么吗 那是应该的嘛 老爷 哎 这么大的排场啊 都是你安排的吗 欢迎啊欢迎 老爷 其实你早该把妹妹 带回来了 妹妹第一次回家 我也没有准备什么 我这玉翠镯子 就当作是我送给你的 见面礼吧 哎 这镯子怎么那么熟啊 老爷 送给我和送给妹妹 又有什么差别呢 再说 妹妹的手又白又嫩 必须要戴上 这种上好的镯子 才能配衬出她的气质 妹妹你说是吗 嗯 好了好了 不要站在这里了 酒菜已经准备好了 请进来吧 给翠枝妹妹 还有老爷倒酒 是 你说 这太阳 是不是从西边出来了 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从来没有听你喊过一声老爷呀 以前只有我们俩 我怕把你喊老了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翠枝妹妹来了 我们也该讲点规矩 她喊你老爷 我当然也要跟着了 否则我怕别人说我不懂理术 这么说你今天是给我面子了 之前我在你那儿让你吃了亏 给你添麻烦是我不对 所以今天我是特别给你做面子 以来向你赔不是 再来 就这样让妹妹知道 这个家也就是你的家 以前的事你千万别往心上放 为了向你赔不是 我先敬你一杯 向你赔罪 行了行了行了 赶快吃饭吧 瞧这桌菜 我在这个家这么久 都没吃过这么好的菜 老爷当然没有吃过了 我知道妹妹是北方的家历 所以我特别向焦局长 借了她的厨子 弄了这一桌北方菜 那这个是富贵蒸鱼 脆皮酿豆腐 枝兰素食锦 你等等 我怎么听着这些菜名 都是什么富贵啊 脆啊 汁啊的 你不会是指桑骂槐 暗中骂我们吧 不是不是 不过妹妹 你真聪明 我取这几道菜的 头一两个字的谐音 不是要骂你们的 我是想要祝贺你们 这些名字加起来 就是富贵 脆汁 满盐春 我们还有甜品 把丝莲藕 就是琴丝绵绵的意思 还有桂圆红枣茶 是早生桂子的意思 富贵 脆汁 满盐春 不错 没想到还有这个名堂 真是难为你了 可是我还是有点怀疑 怀疑我准备的这一桌菜 不地道 不是 我是在怀疑 你这葫芦里面 到底卖的什么糕药 你怎么一下子转变这么大 就是啊 难道你是天上的月亮啊 初一和十五都不一样 其实今天妹妹打电话来 我的确是很生气 可是后来我想到 有一句话 前半夜想自己 后半夜想别人 男人有三妻四妾 也是很平常的 难得老爷有个知心人照顾 是老爷的福气 也是我的福气 你真的这么想吗 我的脾性老爷你是很清楚的 要是我不愿意 又怎么会为妹妹做面子呢 那倒是啊 来 让我祝老爷 妹妹 你们如鱼得水 两情相悦 富贵荣华 白头偕老 那我先干为敬 老爷 妹妹 水果甜品准备好了 你们慢用 好 好 甜不甜 看不出来啊 你还蛮会伺候人的嘛 等我搬过来 你是不是也这样伺候我们呢 这样妹妹欢喜 我们一家何乐 谁伺候谁 也是无所谓的 不过我们这个家 老爷才是一家之主 我们应该大伙儿 伺候老爷才是哦 我可不会伺候人 你不会伺候人 没关系 只要你能让老爷开心 那就行了 怎么个让老爷开心法 楚颜姐姐 你可要教教我呀 那还不简单 谁不知道妹妹 是唱金韵大鼓的红牌啊 只要你为老爷唱上一段 老爷一定会很开心的 所以我今天 特别准备了大鼓 来 把大鼓拿上来 是 好 想得真周到 好久没有听翠芝唱大鼓了 来 好什么好啊 唱大鼓的怎么了 唱大鼓的就得伺候人吗 唱大鼓的就低三下四了吗 我没有怎么说啊 我 我也是一番好意 我以为 放屁 你这分明是想方设法的 揭我的短 你以为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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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芝 淳言她不是那个意思 你不是从中让我难看吗 坐下坐下坐下 什么难看不难看的 她根本就是狗眼看人低 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只不过是一个夜巴黎的大班而已 说的好听点是大班 说的不好听啊 就是个臭老宝 让我给你唱金运大鼓 你想的美啊 你怎么不给我家老爷来一段踢他舞啊 你够了没有啊 别给你脸不要脸哪 连你也欺负我 我不活了 好了好了 妹妹 别哭别哭 别生气了啊 是我不好 你别哭了 老爷 老爷 你还是陪妹妹回房间休息吧 房间我已经打扫好了 床上的用品我都换了新的 你们快去休息吧 我到客房去休息好了 你非要把场面弄得这么难看才高兴嘛 你 你怎么着不懂事啊 耍什么小姐脾气啊 是我耍脾气嘛 你没看见她 她根本就是在演戏 虚伪 看到她我就生气 她虚伪 她演戏 你怎么不学着点呢 在夏日面前她比你会做人 至少我还有一份真 我干什么呀就是什么呀 我才不介意学她呢 好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可以了吧 随便你 你 先不说你这大房子 比我那小屋子要大多少 豪华多少 但看看你这装饰 这摆设 这家具 比我那儿 不知道要花花多少倍呢 你 这么多首饰啊 她有这么多首饰 老爷啊 你说你是爱我的 你说你跟何春妍 根本就没有什么感情的呀 你看 你对她比对我好得太多了 原来你以前 对我说的那些话 都是在敷衍我 对我说话 客气点 我说错了吗 我说错了吗 你看看 她有这么好的衣服 那一切不比我的高档 不比我的值钱 可是我每一次跟你开口 你哪一次爽快过 春妍的很多首饰跟衣服 不是我买的 是她自己买的 她买东西 很有自己独特的眼光 她很会买东西 她不会浪费钱 像你花了一大笔钱 买了一大堆很难看的东西 你跟她学一学吧 我没有本事是吧 我没有眼光是吧 好 你这是明着夸她 暗地里在贬我 老爷 你想没想过 你给过我多少钱呢 你给了我的钱 够我每个月开销的吗 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 才开心哪 是我在闹吗 我愿意闹吗 是你心里 根本就没有一杆秤 你不公平 怪我的以前 你一直都不肯 带我来这儿看一看 原来你都藏着 那么多的秘密 怕我知道 我有什么事情 怕你知道啊 你真的是太不懂事了 好 你喜欢看 喜欢比较是不是 慢慢看 慢慢比较 好 老爷 童安婷 你回来 先喝杯茶吧 妹妹不懂事 你就让着点吧 都怪我不好 没有把你们伺候好 才会惹她这么生气 早知道带她回来 会这么麻烦 我就不带她回来 就好了吗 你居然还这么向着她说话 好 既然你们都讨厌我 我走 你 这个童福贵 真是卑鄙无耻 她这一手 真是太恶毒了 我没想到 她不要脸到了这种地步 连这种恶毒的招也想得出来 我现在心里慌透了 也乱透了 她把这盆污水泼到我身上 不但羞辱了我 势必也会伤害到春炎 她不是人 她连禽兽都不如 她是魔鬼 她早就把我们对她的反制 给摸透了 她越是这样 越说明她心里有鬼 怕我也追究下去 没错 很有可能我们已经发现 碰到她最紧张不安的地带 她心虚了所以先发制人 满军 咱们得沉得住气 别滋乱阵脚 中了她的诡计 人阵不怕影子外 你千万别被同富贵的诽谤 给吓到了 你放心 我挺得住 她给我再大的压力 我也不会倒下的 可我担心的是承晏 万一有一天 这些流言传到承晏的耳朵里 你也好有个准备 给她一个说法 伙长 这是兄弟我该付给您的钱 你的小意思请过目 咱们做生意的都是兄弟嘛 你还会差我的吗 那是那是 跟您做生意啊 只有两个字痛快 对了 您新收的这位小弟 也是个爽快人 有他做帮手 就好向官老爷过五官斩六将 这次过关呢 没费吹灰之力 不错 可是你搞错了 承晏啊 他不是我新收的小弟 人家呢是大学生 他读过书的 我现在把他当成是我的左右手 对不起 对不起 使劲 以后 还请赵老板 多多指教 多多指教 指教就不用了 不过 大家一起同心协力 多赚大洋才是对的 是不是 承晏啊 这是你这次的奖金 董事长 这太多了吧 年底还要分红呢 去忙吧 咱们俩还有事情要谈 去吧 那谢谢董事长 我先走了 来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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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倩 你别哭了 奶奶和我们夫妻的态度 你都清楚 我们认了你 也认了孩子 我们一定会逼成辉 对你对孩子负起责任 伯母 成辉他变得太快了 他看见我 就像看见一个陌生人 不理不睬 我不知道等下去是对还是错 可我不等他 这孩子怎么办 我知道 成辉这孩子一时糊涂 不过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劝他的 怀孕的时候心情不好 会影响胎儿发育的 别哭了啊 你得照顾好自己 照顾好孩子 把老子的脸都丢尽了 你说我要怎么跟人家姑娘家交代 这是气死我 好了 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去骂个不停 成辉就肯负责了吗 事情来了嘛 我们就应该找个办法来解决 来来去去 来来去去 跟我刀刀有什么用啊 曼君这会儿不是在劝小倩吗 我们呢就等成辉回来再说吧 爸 奶奶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从今天开始啊 馄饨不要卖了 我养你 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 哇 好漂亮啊 亮晶晶的 好吧 正辉啊 花了不少钱吧 挣大钱了 好啊 大海 大海 奶奶 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 你看 看这个 冰种翡翠 怎么样 漂亮不漂亮 还是我的孙子眼光好 好 那是 好看吧 小倩来了 这个送给她最合适了 不 奶奶 你听我说 走 跟奶奶来 我 我快来 我不想见她 小倩哪 你看成辉多疼你啊 挣了钱 马上就给你买了玉琢 来 拿着 收下吧 干吗呀 到我们家来一哭二闹三上吊 是不是 你赶紧回去啊 你也不要白费心机了 我早就跟你说过 有孩子没我 这都是你自找的 高承辉 你既然不要孩子 那我就自己生自己养 像你这种没有担当 卖子求荣 不负责任的男人 我看不起你 成辉 你已经是个大人了 该说的话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 也不想再说了 总之 就是两件事情 第一 你必须对小倩 和她肚子里的孩子负责任 第二 童富贵不是什么好人 你离她远点 我不想这么早结婚 小倩肚子里 已经怀上了你的孩子 你还说这种话 我后悔了 后悔 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我不是不爱小倩 我只是不想这么年轻 就被家庭绑住 我的事业还没开始呢 我可不想像爸一样 受一辈子罪 承辉啊 不管你有多大的心愿 多大的梦想 做一个男人 首先要学会 做一个敢做敢当的人 妈是不会害你的 妈也不会不顾你的前程 妈只希望 你把眼睛睁得更大一些 看得更远一些 人活着的意义 不光是为了挣钱 挣再多的钱 也买不了幸福 也买不了亲情 通福贵 值不值得你为他去卖命 你要好好想一想啊